高雄市南籍區 今天有一輛轎車自撞露宿 警方獲報道場發現駕駛人已經離開了 而車輛附近遺留二十多顆子彈 附近的民眾說聽到很大的聲響 還以為是放鞭炮 開箱的聲音還是不放鞭炮的聲音 早上檢查很多啊 自撞的白色車輛被駕駛 遺留在現場 並且在車輛附近陸續找到二十多發子彈 還有彈殼 但是車上沒有發現彈孔 警方採證的時候 也在地上發現了不少紅色的痕跡 我懷疑可能是檳榔汁 又或者是血跡 目前正在化驗當中 目前警方尋線追查 已經掌握特定對象 以車追燃 要來進一步釐清案情 擊掌握特定對象 卡